所謂經濟科的經濟是如何將一些稀少資源分配 在國家或社會裏都會定一些制度 這些稀少資源是如何運用的 考試可能會有一個比較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計劃經濟一般在左邊偏左 全部都是由政府擁有或者國家和分配 一切的資源分配的決定都是由中央 政府有權力那位 在這個制度下其實你有錢 即是價格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是由擁有權力那班人 通常政府最高層決定如何分配 今時今日還有一些標準的例子 例如北韓或者另一個例子 我們說可以是1949年成立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的時候其實都是採一個計劃經濟的 全部收歸國家 由國家分配的 那些叫人民公社 人民飯堂 即是政府給你飯吃 相反 另一種可能是香港 就是行一個叫市場經濟的 就是說資源不是由政府擁有 相反 就是由私人所擁有 其實你做些什麼是由個人決定的 但是怎樣運作呢 我們說有一個市場機制 所謂市場其實是說供應和需求 一件事為什麼會做呢 看看有沒有需求 有需求有人要 自然它肯給一個價格 價格 自然這個價格就有一個指導 供應商見到一個價格有利可圖 它就會生產這件事 來多次三部曲 所謂的市場機制 一樣東西有沒有人要 有人要就會有個價格出現 這個價格也會因為有利可圖 就會指導了一個叫配給 這個資源去生產這件事 這個運作機制就叫做市場機制 相反 剛才說的計劃機制就沒有這件事 全部由政府一個英明的領導 去分配資源怎樣運用 變成在這個制度下 其實你有錢都沒有用 有錢就是出到價格 但是它不是用價格去分配 不過嚴格來說 差不多所有國家都是一個叫混合經濟 其實兩樣都有 就算我們說行香港市場經濟的時候 其實有些東西都不是由價格分配 價高者得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的讀書 小學中學 一個津貼的學校 都由政府類似計劃的經濟去提供 12年免費教育強迫性 就不是跟市場運作 不過其他大部份 例如土地 的分配 都是由市場機制去分配的 跟著所有的稀少資源怎樣運用 其實都要答三個問題 舉個例子 因為資源稀少 在香港特別是說土地 這塊土地怎樣運用 在不同制度下 就會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計劃經濟 都由國家決定 這塊地蓋什麼 怎樣用 相反 如果市場經濟 香港也都看到 是拍賣的 一個市場機制 價高者得 投標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決定做一件事 我用什麼方法去做 就涉及第二個問題 如何生產 即是用什麼方法去做 最常用就是分開兩種 例如我們用機器大量生產 還是用人力 計劃經濟 當然都是由一個高層去決定 但是市場經濟 就更加簡單 誰成本便宜價格 價格低 就用誰 例如我們見到 機器生產越來越便宜 我們在市場經濟裏 價格經濟下 就會用機器去代替人手 一些機械人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做完些東西出來之後 為誰生產 誰會得到 計劃經濟當然 又是由政府分配 市場經濟 同學可能都猜到 價格是主要配給準則 即是誰出到這個價格 他就會獲得生產之後的資源 最後補充 市場經濟要運作 其實一定要一個叫做 私有產權的條件才行 因為市場機制是由個人買賣相方決定 如果東西不是你的話 根本就運作不到 舉個例子 如果全部的產權都是公有的 那私人怎樣可以作出決定 所以 烤市都會問 什麼叫做私有產權 因為有私有產權 才可以有市場機制 由買賣相方 決定做多少 生產多少 所謂的私有產權 根據 這一科的定義 可不可以獨有市場 賺到收入可不可以專響 和可不可以鑽釀 可不可以鑽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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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鑽釀 不可以鑽釀 可以鑽釀 就反映在價格上 居屋比私人樓便便宜 相反 我會有私人樓 有完整的私人產權 你可自己住 可以鑽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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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以鑽釀 自由轉讓 有了私人产权之后市场机制就可以这样运作 你想要什么消费者会产生一个需求有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亦都传给生产商 他就会有利可途做这件事出来 就会决定生产什么和做多少 我们接着看看题目 例如香港演唱会用一个叫十名登记制 希望减少这个炒卖的情况 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 第一就是解决生产什么问题 我们说严格来说这个不是生产什么 他已经决定开演唱会做了一些票出来 生产了一些票 其实这些票谁会得到呢 谁会得到呢 其实是什么问题 应该是为谁生产的问题 不是生产什么已经生产了一些票 最后这些票是怎样分配 或者叫配给我们用什么方法 所以一是不对的 第二点 在这个机制下 私有产权会被削弱 这个是对不对的 答案是对的 因为 刚才说了 私有产权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自由转让 现在不可转让 我们说是少了一个功能 所以被削弱是正确的 第三点就是说这个机制是不涉及非价格竞争 那我们说是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叫价格竞争 就是说如果那些票是那么珍贵 那么稀少的 那就较高者得 那你出得起一个价格 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资源 但现在不可转让了 那你不可以说有钱就买到了 那你要用其他方法 那我们说不是价格竞争来的 叫一个非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就是说呢 你出得起贵的贵的钱 就可以买到了 但现在不行 那我们用其他方法 那这种方法就叫做非价格竞争 不涉及也是错的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 B只有2 接著看一些問答的題目 都好像跟回這個 稀少的資源其中一個分配方法就是價格競爭 越稀少理論上價格就越高 大前提當然是在一個市場機制下 其實是一個市場機制的運作 越珍貴的資源在市場機制下 得到就要付出越高的價格 我們說其實是扮演一個分配給誰的功能 價格上 所以跟回 之前我們看到其實 在說這件事 稀少的資源在市場經濟是怎樣用什麼方法分配的 價高者得 我們說一個叫價格配給的功能 答案就是這樣寫 價格的什麼功能是一個配給的功能 或者說分配的功能 價格高者得的意思就是 這個資源最後分給誰 就是付出最高價格的賣家 這樣的意思 這裡的最後一題 我們看看一些資料 就是說 郵遞公司決定用機械人 去回答問題 不是用真人 然後就問你三個基本問題裡面哪一個 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個就是生產什麼 其實已經決定了提供一些 郵遞的服務 回答客戶的服務 不過他現在就是決定用什麼 用機械人來代替人手 其實涉及就是用什麼方法來做 就總為人手 爲 是用機器代替呢 在市場基際下其實都是很簡單 就是價格哪樣便宜便宜當 一些成本便宜便宜 beispielsweise 用什麼方法生產呢 應該是說一個如何生產的問題 好 之前講過了 那生產的方法怎麼做呢 大致分了兩種 第一就是說用機器 第二就是說用人力 经济学有更加精准的概念 如果用机器有个名字叫资本 是属于资本的 如果用工人的话经济学有个名字叫劳力 两分的题目大致就是这样回答 用什么方法如何生产和解释